那么什么叫做离婿国 我们人都是被绑住的 人都是被绑住 被什么绑住啊 被你的妄恋绑住 被财色名识税绑住 被你自己的想念绑住 如果能够离开想念 这个前念已过 后念未生 这一段时间之内就是离婿国 那时候你没有念头 你不会被念头绑住 这个就是离婿国 你得到它是这样子分的 离婿国是以软结受剑刺坚固 慢慢的你把念头丢掉 一次它在念头再回来 再丢掉再回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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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渐渐的变成很坚固的时候 叫做离婿国 禅定的离婿国 就是这样子 也算是一个果味了 不过是它这个道国里面 所讲到的 只是附属上 给你暂时的一个名称 当念头进来 念头出去 念头进来 念头出去 渐渐的你念头 常常出去 就是叫离婿国 所以叫无心 无心的就是离开 被绑 离婿国 我们人是被绑的 被什么绑 很多事情都可以绑你 你只找什么 就被什么绑 这个叫做第一果 这个禅定的时候 有这样子的现象